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1月26日 礼拜六 今天读经的主题是 以色列记第九章十一节到十六节 所谓的主题 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犹太人在被掳的过程当中 的一次非常大的胜利 可是我们看到 在整段经文里面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当然觉得神的大能 可是有一些基督徒 还有很多的非基督徒 他们对这段经文 其实有蛮多的意见 他们认为以色列 一个清纯可爱的女孩 怎么做到王后以后 变成一个这么嗜血的 残暴的一个女王一样的人 他们觉得你已经可以报仇了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多加一天 蛮多的人对这个是有点意见的 那首先 我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 我们看到这整个胜利 是有神在其中干预 假如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的话呢 那么犹太人不可能获得这样的 极大的空前的这种胜利 那当然就会引起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的神为什么会这样 让哈曼还有这些人 就是遭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屠杀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故事的 回到这个历史事件的这个开始 第一点是谁发起这一个屠杀的 当然是这些憎恨犹太人的人 那这些憎恨犹太人的人 他们开始要设计一个灭族的 这种大屠杀的时候 那作为一个弱者 一个从别的国家被掳来的囚犯 你觉得他们难道没有要去 这个反抗的这样的一个必要吗 而且呢 这些犹太人 他们是因为避免被灭族的危险 他们才有这个行动 而且呢 在我们这里面 我们看到他们并没有 好像是要去占领别人的财产 或者这些东西 他们只是抵抗 而且呢 以色列皇后 她最后再加上说 再多一天 连苏山城里面的 这一些憎恨犹太人的分子 也一起铲除 然后把哈曼的石盖儿子挂在这个架子上面来示众 其实他们所有的这一些做法 都是在告诉波斯所有的人 从上到下 告诉他们 我们是神的选民 我们有神做我们的后盾 所以呢 当他们把这些淋淋的事情 把它公布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看到 这一些想要消灭犹太人的行动呢 就会开始受到贺阻 其实从摩西开始 我们就看到 法老就是有计划的想要把犹太人灭祝 那后来我们看到到西律王的时候 也有一再的我们都看到 历史上有许多的想要消灭神的选民 以色列人的这一个行动 当然 我们知道 以色列人 他的行为好或者不好 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要去探讨的 可是呢 我们知道 神有他的计划 而且神的计划 往往都不是我们有限的人类的智慧 可以去了解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 神他怎么样的安排这一个民族 要走进世界的历史的舞台 那么神就照着他的手法 照着他自己的意思来导应整个的 这一个历史的进程 所以呢 作为一个基督徒 特别是基督徒 我们真的尽管心里面不了解 可是呢 我们也只能够就是承认 我们的智慧的确没有办法了解神的智慧 诗篇137篇就很类似啊 不过 那个是 神的选民向神呼求 要巴比伦人对他们的残暴的手段 他们祈求神以同样的方法来 回应 在旧约的时代 我们强调的一个原则 一个人伦的基本的原则 就是 遗压还原 在《出埃及记》21章 以压还压 这是一个合适的行动 至少 从人看起来 这是一个公平的行动 所以呢 在旧约时代有这样的一种行为 我们会觉得蛮适合他的时代的背景 那么 当然到了新约 耶稣来了以后 带来来一种属天的这种伦理 也就是说 饶恕你的敌人七十个七次 人家打你的左脸 把右脸给他打 这个都已经是 耶稣来了以后才能够实现 在地如天的这种美好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看 读这一章的时候 我们当然会有一些疑惑 可是 没有问题 我们相信 神 是 全知 全能 全在的神 而且 在 旧约的时代 两军 两个国家 对敌 也等于是 两个国家背后的 那一个神 在那里对敌 所以我们看到 当不符合神的旨意的时候 也就是说 魔鬼的行为 我们也必须要彻底的去把它摧毁 所以 今天 他的这个主题告诉我们 他说 他们 杀了七万五千多个 憎恨他们的人 可是呢 他们没有夺取 他们的财物 我觉得 以色列人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他们所做的 应该是符合 一个所谓的圣战 圣洁的圣 一个圣洁的战争 只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民族的命脉 而没有去做额外的 多一点点任何的行动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